大家好,歡迎來到漢風雲節目,我是明鏡。 今年是年初四,暫時我們就送走了苦年,踏入了肚年。 在這裡,我祝福觀眾和朋友,肚年大吉健康、幸福和平安。 今天和大家聊聊,春晚的小品中,躺平式的幹部顯示了中共處於崩潰邊緣。 習近平啟動了入侵台灣的前期工作,中共為什麼會翻出習近平的一段敏感講話? 大陸地方財政正在吃緊。 央視春晚已經連續播出了41年,今年隨即夜就再次登場。 其中沈騰、馬麗等主演的小品坑就多次登上了熱手。 小品坑可能是春晚最受歡迎的語言類節目。 喜劇演員沈騰在小品中刻畫了一位躺平式幹部卓主任。 他不擔當、不作為、不肯做也不敢做。 捲起了三袖就在一邊看。 卓主任一提起工作,壓力就大,平時只是想請病假。 一出場就說病假到期了,不可以不來。 他負責的那個路段出現了一個大坑。 他不想負責就拖著不做,理由就是太麻煩。 結果一個新局長就掉到坑裡,之後隨即將開除了。 這個小品在演出的過程裡頻頻發生意外。 例如沈騰突然間臨時改辭,令到飾演對手戲的人都傻了。 為此沈騰就做了檢討。 馬麗兩次意外就斷了鞋根。 他直接就把鞋根放在一個袋裡就繼續表演。 這個小品對於中共官員的諷刺,哪怕只是對基層官員的諷刺, 中共也是受不住。所以節目播出之後,中紀委網站就很快刊發了一篇評論, 不可以讓躺平式幹部再省人了。 文章就大批躺平式幹部,省己有害人,要堅決對躺平者說不。 避免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觀點繼續大騰其道。 這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就是小品裡的台詞。 中紀委的這篇文章明顯是針對這個小品法的。 呂澳知名學者袁紅兵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官員躺平是一個普遍現象, 中共官場已經對習近平罵聲一片。 根據北京的一些朋友說, 很多官員現在吃飯的時候就在公開地在罵, 特別是大瘟疫裡面家裡死了人的人, 也在罵。 習近平已經去到一個統治很艱難的時刻, 現在官員躺平也是普遍現象。 不少地方官員都被降薪, 就連過年都出少了工資。 根據消息人士說, 60%的願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危機, 強制官員購買政府發放的長期債券。 現在基本上這些基層官員都是躺平擺爛, 抬正。 可以說, 共產黨的政權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那麼危險過, 只要有一個震動, 他的整個大廈就有可能倒下。 小品裡面有一個台詞就引起了觀眾的熱烈討論, 這個台詞是, 歸根究底, 就是你們的, 人民群眾對道路潛在風險的防範意識不足夠。 這個是諷刺去年11月底, 新居烏魯木齊大火災之後, 中共政府發言人指責火災的發生是因為人民群眾的防範意識不足夠, 拒絕承認是政府封控街道的做法才是火災的真正原因。 有網友就表示, 三年疫情搞到一個個的家庭都支離破碎。 古人都知道, 倫有喪, 忠不喪, 女有賓, 不罕歌, 這一屆的春晚簡直就是喪失人性。 有網友就說, 全國燒死人的火葬場在雍跡不堪, 排不上隊粉絲的時候。 大江南北正是籠罩著一片悲傷和哀嚎裡面, 中共的春晚就依然隆重舉行, 再次展示出它是無底線, 對於民眾生死的濫惡無情。 不少觀眾都認為今年的春晚實在太無聊, 甚至有不少網友都表示, 比春晚更好看的就是現場的觀眾席, 其中有被氣稱, 拗頭哥, 迷網弟等等的多名觀眾都搶鏡。 在春晚觀眾席上一位拗頭嘆氣的灰衫哥仔, 當晚就登上了熱手, 春晚還播放的時候。 這位灰衫哥仔的表情包就已經在各大平台熱傳。 畫面裡面, 穿著灰色衫的哥仔才是嘆了一口氣, 之後就低頭搞自己的頭髮, 還拗了起來。 他沒有被春晚整笑, 反而就露出了一種無奈的表情, 就連在他身邊拍手的女生都是面無表情。 他前排的一個穿著紅色藍衫的小朋友, 眼中全部都是疑惑不解, 嘴就微微張開, 好像在問旁邊的大人, 究竟在笑什麼? 還有一位黑衫男人, 演員徐智勝的脫口秀就搞笑了自己, 但他身後觀眾席上的黑衫男人就始終表情嚴肅。 之後還被網友嘲笑, 似乎是想打人。 他還被譽為是春晚上最難被整笑的觀眾。 另一段影片中, 一個女人在低頭看手機, 旁邊的男人就看到鏡頭, 掃了過來, 就馬上碰一下他, 並且指望一下鏡頭, 提醒他, 那個鏡頭正在來。 微博帳號, 我在酸火旺的一段影片中諷刺說, 這是最好的一屆春晚。 唯一的缺點, 就是現場的觀眾都相比往屆的觀眾來說, 水平有所下降, 應該笑的時候就不會笑, 要哭的時候就不會哭, 有些觀眾在現場甚至還帶著耳機, 還有些在皺眉頭, 反白眼, 紀律性很差。 可以說是我見過最差的一屆觀眾, 非常之不配合演員的演出。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新任中國社科院院長高祥, 在習近平授意之下, 召集了歷史與經濟學者, 研究侵台後應該怎樣因應 國際制裁帶來的經濟孤立。 外界認為, 習近平對台動武的企圖就越來越明顯。 高祥, 我們也曾經報導過, 他曾經領導過一個課題組, 研究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政策, 之後就得出了一個結論, 說閉關鎖國這個叫法是不準確, 應該叫做自主限關。 自主限關的政策在歷史上還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面對西方的侵略威脅, 它有一個防禦性的自我保護作用。 法媒情報在線指出, 習近平在去年12月派高祥去出任中國社科院的院長。 可以說是習近平想要掌控台灣的最新架構佈局。 習近平持續關注並且研究台灣議題, 希望社科院可以更進一步和中共中央的宣傳部在台灣議題上合作, 以沙盤推演各種的意外狀況。 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之後, 國際就會制出大規模的制裁, 企圖在這裡令中國陷入經濟孤立那時候帶來的後果。 消息來源證實, 高祥接播習近平的指示 正是照顧一班歷史和經濟研究者, 繼續研究中國應該怎樣因應經濟孤立的相關衝擊。 習近平要進攻台灣的話, 就要做好整個社會轉向, 令到全社會都處於軍事化管制的一個狀態。 我們看到習近平已經在著手做一些理論方面的準備工作, 甚至可以說, 他已經開始啟動了入侵台灣的前期工作。 這個高場所領導的機構, 很有可能會成為未來戰時經濟管制委員會一類的機構。 目前國內經濟情勢嚴峻, 官員民怨沸騰, 然而中共的內部就越來越不穩定。 習近平對台作戰的可能性就越高, 他會用戰爭去轉移焦點, 團結內部, 中共不會在這裡算失去了多少軍艦飛機, 失去了多少年輕軍人的生命, 對於他來說, 只是一個死亡數字。 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 中國仍然處於內戰之後元氣大傷的階段。 毛澤東不但沒有將一些有限的力量用在建設, 反而將大量的金錢投入在戰爭中。 中國沒有像朝鮮戰爭中得到任何好處, 還賠償了很多很年輕的士兵。 但毛澤東就贏了, 他通過戰爭消滅了不信任的國民黨韓軍, 實現了三反五反, 徹底改變民國政府的社會機制。 共有化所有民族私營企業。 這就是中共獨裁者的思維方式, 他考慮的是他的政權, 而不是民眾的疾苦。 踏入了2023年, 中共反覆強調從嚴治黨、政治紀律等。 有學者認為, 中共今年陷入了崩解的困境, 大事不妙了。 中共中紀委主管的《紀檢監察雜誌》 2023年第一期發表文章, 題為《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 其中有多達28次提到紀律兩個字。 文章中說, 在中共所有的紀律和規矩中, 第一位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這篇文章還罕見地引用了 習近平在2014年所說的一段話後, 習近平當年說完這段話後無幾天, 除財口案就宣告偵查終結, 而送去審查起訴。 習近平這段話說的就是, 政治問題任何時候都是根本性的大問題。 資深媒體人顏純歐在Facebook發文, 認為中共今年大事不妙, 面臨官民離心, 上下崩解的困境。 習近平最近在紀委會議上強調從嚴治黨, 實在是一個不祥之兆。 習近平之所以要從嚴治黨, 當然就是因為黨內部開始出現失控的苗頭。 不治黨的話就會由內部開始在崩解。 顏純歐就說, 習近平這麼擔心是因為目前中共各級官員 都跟中共離心離得, 起因有四個。 原因之一就是習近平執政十年內政外交上一再失誤, 令官員都大失所望, 而是因為中央沒有錢, 有錢就可以收買人心, 沒有錢就填不到官員的慾望。 第三就是現在民眾不好管理, 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民變。 一旦社會動盪就要收買沒有錢, 要鎮壓有沒有足夠的維穩隊伍。 難道要基層幹部自己拿著槍去保衛政府辦公大樓? 第四個原因就是各級幹部都看不到前景, 因為中共和人民根本的利益在背道而馳, 和世界文明國家為敵, 臨台都只是時間問題, 而基層幹部每天接觸百姓, 一點都不傻, 一個政黨深度腐敗, 民心盡失, 還可以維持多久的政權, 幹部都心中有數。 因此, 樹未島胡宣先殺, 沒有人肯再為中共賣命。 大陸醫護人員為了應付激增的新冠患者而長時間工作, 誰知人工不單止沒有升, 還反而跌了, 而且還被拖欠, 這些都是和地方財政無錢有關。 在北京突然改變清零政策後, 大量染疫民眾湧入醫院, 令原本就稀缺的醫療資源更加不堪重負。 醫院內, 幾乎所有課室都改為收納新冠重症患者, 走廊上, 大廳上擺放了臨時床位, 周圍都是藍色氧氣瓶, 很多醫務人員在工作時被傳染病毒, 但又不可以不繼續工作。 據悉, 中國一些公立醫院的醫生和護士, 現在面臨著減薪或工資拖延的問題。 南方大城市一間醫院外科的周醫生, 告訴香港南華早報, 他已經3個月沒有拿到薪金, 最後一次收薪金是去年9月份, 減了接近4000元, 比平時少了很多。 他說, 醫院還取消了我們在2022年的季度獎和年終獎, 醫務人員的士氣現在非常低落。 在疫情爆發前, 他的年終獎金是接近6萬元, 他說醫院沒有給我們任何解釋, 就是不給, 我們都在嘲笑自己是貸款過來工作。 另外一間, 深圳公立醫院的護士王小姐就表示, 自從2020年疫情開始之後, 他的人工就被削減了接近一半。 他說, 我的稅前人工由每個月24000元 就下降到13000元, 但實際上我們的工作壓力比醫生更大。 最近就收治了大量的新冠患者, 我們都很累。 在過去三年疫情期, 財政緊張一直都是中共地方政府的一個嚴重頭痛問題。 地方政府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土地出售, 土地出養金通常都佔到他們總收入的40%以上, 但現在房地產市場低迷, 這個令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中央政府更容易受到影響。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看風雲節目, 別忘了訂閱、按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